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紧接着校庆典礼之后 将由香港法治文化书院院长霍涛慧教授 为人文大学堂主讲 国民的冲突与化解 南方大学学院 至宽柔高级装科班开办以来 迎来第41周年校庆 学楼云起 恩中庐山 为本届校庆的主题 在本次校庆中 校方颁发第四届杰出校友奖 有别以往只领选一名杰出校友 今年校庆杰出校友奖 同时颁发给六名得主 获奖校友为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的姐弟 Jeku Yandy和Jeku Hyumi 麻坡中华中学和居然中华中学的姐妹 Jeku Susanna和Jeku Suyaniza 姓山宽柔中学的Jeku Rahima 以及古境中华第一中学的Jeku Mashba 他们虽是马来同胞 但从小接受华文教育 今日更在独中栽培生生学子 临选委员会主席安华然表示 本届杰出校友奖的得奖标准 为出自穆斯林家庭 毕业于马来学系 及长期与华校教导马来文科 因此本届杰出校友奖的主题为 华文化赵桥的人 同时本届杰出校友奖的颁发 也是配合马来学系成立40周年 身为当年的马来学系主任 张瑞发会一节出校友奖得主的点滴 非常值得赞扬 除了跟我们华裔子弟的学生 打成一片之外 他们也把非常多 马来社会的一种风俗 一种马来社会常见的问题 也介绍到我们马来学系 华裔的一些学生的圈子里面来 在仪式上 这句苏扎娜和这句苏拉尼达 以马来语和怀语朗诵 一顾诗人乌斯曼阿旺 于25年前写给本校的战师 赢得卢雷的掌声 幸福的学子们啊 就像那出生的桥牙 照在高高的山下 南方电视台 梁德耀 吴玉龙 林诗敏 叶叶妮采访报导